Covid-19肆虐全球 人类的生产活动 食衣住行娱乐等生活模式 出现了极大的变化 不仅健康 生命受到威胁 工作 收入 也都受到影响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说明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而世界的理财规划 就是一种未雨绸缪的风险管理方式 有鉴于此 再加上台湾防疫得当 疫情受到很好的控制 所以社团法人 台湾注册财务策划师协会 一如往年举办了台湾最佳财务策划师选拔 以及针对金融机构的金融之心公司奖项 除了借此肯定金融从业人员 在大环境不加时的努力与付出 也希望向社会大众传达理财规划的重要性 我们希望说从机构跟个人双方面双线来进行 那希望是说给所有的产业人员能够一个健康 然后一个正面的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的市场跟态度环境 就有这样一个活动 能够真正来选拔跟表扬优秀的金融产业 然后适于一个金融业的凯温 透过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机构也表示什么 我们的一般的社会大众可以给予他们最多的信赖跟肯定 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一个优秀的金融机构来参与选拔 坦白讲评审团压力很大 我们从各个不同的面向 然后从一个客观 然后一个专业的角度去评设各个奖项 除了各个可能金融产业本身的专业之外 我们也兼顾到这些金融产业的一个社会责任 那我们透过所谓的评选跟评定的两个阶段来进行 不过因为今年是受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个选拔过程中 沟通很多是用线上的会议来做决定 所以虽然有遗书之汉 但是我们想说我们这次也能够选拔出一些 真正能够代表国内金融产业 很好的一个金融机构 经过三个多月的评选 所有的奖项终于出炉 协会也一如往常 于12月举行颁奖典礼 让所有得奖的从业人员及机构 可以在这个属于他们的日子 投降荣耀 首先要谢谢评审再次对我们理专团队的一个肯定 我想面对这个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 星光银行的团队是后台与前线并肩作战的 过去几年来 学习已经成为我们星光非常重要的DNA 透过这样不断地提升理专同仁的这个专业度 我们让客户只要走进星光银行 就能够得到最完整而且符合需求的一个理财服务 倾听关怀还有陪伴是我们对待客户永远不变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们的理专就一定要持续地倾听关怀 给予客户最真心的一个陪伴 能够用最贴心的服务成为我们客户心目中有温度的一个银行 金融之心举办至今已经是第六届 参加评选的金融机构逐年增加 今年除了星光银行再度获奖 财富管理最佳理战团队奖的肯定之外 财心银行更是连续五年都荣获财富管理最佳价值奖 这代表着获得金融知情的肯定 能激励金融业者不断持续地进步 也代表协会作为财务策划专业机构的角色 以获得业界认可 能够获奖确实是非常不简单 因为参选的单位跟个人真的是非常多 所以我们除了给他们肯定之外 我们希望他们把这样的精神 能够带回去自己所属的机构或是单位 然后影响到个别的环境或是整个产业环境 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变成是 这个活动可以达到一个真正对社会有帮助的 有意义的活动 而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荣耀而已 也不是一个一家公司荣耀而已 虽然活动已经圆满落幕 但面对后疫情时代 台湾金融产业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 协会也会持续秉持着成立宗旨 协助业者加强竞争力 以及在台湾推广全方位的财务策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